下一题下一题的第一小题非常没有水准 没有程度 请问你中秋节当天看到月像是长成什么样子 第二题稍有程度 月球何时会在头顶附近 第一小题 请问你中秋节看到的月亮 月像长成什么德性 我们请可爱的 10号 10号是谁啊 中秋节的月亮 月像长成什么德性 望月 望月也不算错 请坐下 我们看到的是望月满月 满月15 所以这题基本上没程度嘛 满月 下一题稍有程度 下一题问你说他什么时候在头顶 这题是知道月像叫满月 知道方位叫头顶 问的是时间 知道月像 知道方位 问时间 什么时间在头顶 老师刚才讲过画图的时候 怎么画表示头顶附近 画在前面 因为要画在人的前面 叫做在头顶附近 OK就请你画画图 这个是农历十五 要画在那个人的前面 那个人的位置 就是日地人的关系 就是什么时间 什么时候 牛会在头顶附近呢 满月的月亮会在头顶附近呢 哪一个呢 帅哥美女停车战戒问 哪里呢 应该找帅哥男的是吗 帅哥男 就是女生 还是女生 哦 可爱的 31号大哥 大帅哥 哈哈哈哈 三十一号 三人 大帅哥 三十一号大帅哥 什么时间 满月的月亮在头顶附近 啊 通纸夜十分啊 很好 请坐下 你说纸夜十分 老师说 第一步画地球画太阳 老师说 第二步让地球会转 题目要问的是满月 满月在哪里 上下左右在哪边 卡中间叫做做 放旁边叫做望 所以在旁边 好 老师说 怎么画表示头顶附近 画在人的前面 对吗 所以人要在这里 这样是月亮在人的前面 表示头顶附近 那这什么时间啊 晚上的中间叫做 纸夜 所以纸夜十分 NU底头顶附近 可以吗 可以吗 很好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OK 这一题是莱雅国中段考题 赖黄川师出的 月落乌迪 双满天 江峰与火 对筹眠 督书城外 寒山市 夜半 终身到客船 请问你 张继大哥看到什么月亮 停 问月相 老师说要知道时间 要知道方位 请问你 月落乌迪 双满天 江峰与火 对筹眠 告诉我什么 晚上也对 重点是对地科 也重点是月落 月落在哪一方 西方 月落在西边 红堂 下一个 督书城外 寒山市 夜半 中心 那么要说什么 时队 时间 夜半 好 请你画图 什么月亮 在夜半 纸夜十分 是落在 西边 什么月亮 是在 纸夜十分 落在西边 所以你要画地球 画太阳 地球 会转 人要在夜半 月亮 要画在那个人的西边 要画在那个人的西边 要看它是什么月亮 好 看它是什么月亮 好 看它是什么月亮 要抽人起来 要看它是什么 那是什么月亮 好 我再说一次 这个题目的要求叫做 夜半 纸夜十分 月球要在西边 所以你要画地球 画太阳 它会转 然后要画人 在纸夜 然后地球 自转 由西向东 要把月亮 画在西边 然后看它什么月亮 然后看它是什么月亮 上额 好 停车站接问 应该找一个女生 六号 六号 库椅子六号 很好 你的答案 就是个答案嘛 朔月 旺月 上弦月 跟下弦月 我们也别有别的答案 不会 那我们换一位帅哥男 帅哥男 25 25 他帅哥 25 25 25 好 你的答案 正午 正午 有人在正午看到月亮吗 上午 上午是指清晨吗 你说下弦月 你说上弦月 你说上弦月 好对不起 我听不清楚 你说上弦月 好请坐下 小女生坐 答案叫做 好 来看 老师说 第一步 画地球 画太阳 老师说 第二步 让地球 会转 刚才讲过了 题目的要求是 指叶十分 月亮在西边 一定要先知道人在哪一边 因为每个人在西边都不一样 这里 上下左右 哪一个人叫做指叶 上下左右 左边很好 晚上要指叶 方位要看谁 地球自转 地球由西向东转 月亮在西边 这个月亮在哪里 在这里 然后呢 我刚刚今天讲了 塔中间叫做坐 放旁边叫做旺 先到叫做上弦 后到叫做下弦 所以这是什么月 这叫做上弦月 所以这叫做上弦月 可以吗 所以上弦月 好 这就是所谓的 知道时间 知道方位 知道方位 然后呢 求月向 知道时间 这一提是赖黄川师出的 赖黄川师出这一提的时候 心肠非常好 哈哈哈哈 他为什么心肠很好 因为他考的是选图题 他画了四张图让你选 好恐怖啊 然后呢 有两张图是不可能的 卡通月亮 卡通月亮 这是不可能的 你没有用这种月亮 他画了一个满月 画了一个弦月 乱猜也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会猜对 而且如果你有背 如果你有背 你说满月很多人会背 你说满月很多人会背 满月就是黄昏升起 清晨落下 所以他不会是子夜落下 你就知道满月不对 你们就知道是选弦月 你们就知道选弦月 你们就知道选弦月 啊 或者你有背那个 上弦月是什么 黄昏升起 清晨黄昏升起 清晨落 上弦月 你会说你有背他是 正午升起 子夜落下 你就知道他来上弦月 所以呢 赖黄川师出这一提的时候 他心肠是好的 觉得很容易拆 可是我把它改了 我改了以后 就变成心肠不好 你必须一定要确实知道 他是上弦月 而且你还要会 上弦月是西民 动漫才会写 那是我们的 待会的下一题 我们待会的下一题 为了你知道就知道 我把它改成一个 心肠比较不好的状 心肠比较不好的情形 那这一提是赖黄酸输出的 就是所谓的上弦月 超约五郎五郎五郎的 不 很好